这里是美国 但力挺巴勒斯坦的声音 一点都没少过 美国各地示威连日遍地开花 这两天从东岸的马萨诸瑟州 还有北卡罗来纳州 到西岸的厄勒冈州 上百上千民众都上街抗议 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只是厄勒冈这场集会一度不平静 有反对立场的民众 直接拿水弹枪攻击示威者 大批警察立刻赶到现场抓人 由于对以巴局势立场不同 发生暴力的事件平权 甚至可能因为种族仇恨 引发杀人动机 身为美国底特律犹太社群领袖的 沃尔21号在自家 身中多刀身亡 明明明初出出和善是突然遭到杀害 是不是和他身为犹太人有关 目前几方正在极力调查 动机不明 刑犯也还没找到 亲友根本没办法接受 追稿会上满满悲痛 以色列正职轰炸加萨之际 数千人丧命伤亡孩童越来越多 让类似的悲愤也弥漫在 全球声援巴勒斯坦示威中 特别是中东 怒火中烧群众还有南亚的巴基斯坦 北非的图尼西亚同样举行多场游行 阿拉伯世界悲愤情绪被猛烈点燃 而这把怒火之剑早已指向了美国 礼拜的民众咒骂美国 首都贝鲁特上礼拜 更有大批示威者试图闯进美国大使冠 爆发多次几名冲突 警方还动用催泪弹水柱驱赶 但毕竟美国是以色列最大盟友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很多人都打问候 难道就没有美国的幕后之手吗 埃及峰会确实投论了加萨的人道援助 但目前还没有取得重大的共识 出席的联合国民署长古特瑞斯 在进出峰会途中 一样被大批埃及人徐发 加萨的人道危机迫在眉梢 愤怒情绪也早已蔓延到欧洲 德国也不例外 柏林22号 替巴勒斯坦民众和警方爆发激烈对峙 然而同一天支持以色列的集会 也在柏林举行 各国街头越来越不平静 犹太人可能随时变成被攻击的目标 德国政府抛下历史情仇 誓言捍卫犹太人 一方面就在全球反以色列的声浪扩大之时 异国军方正回推出宣传片 呼吁大家不要被哈马斯给骗了 哈马斯设立了一个隐碍 而国际媒体失败了 而在证据的信息 媒体继续播放 对不起 继续播放 假讯 只不过加萨炮火依旧烟消四起 同时引爆了国际社会的分歧 各路人选边站局面 俨然已成型 TVB新闻综合不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